今天还有一场集结出现在台北的淡水老街重建街 因为当地道路的新建工程 这条老街在端午节过后就要被拆除了 所以引起当地的居民相当的不舍跟无奈 他们透过网路Facebook号召了上百位的网友 今天不怕风雨 集合在淡水的重建街 一同大合照留下最后纪念 手拿歌词随着音乐唱着武林年代的老歌 上百位民众在雨中没有撑伞 一群人站在即将被拆除的淡水重建街 要用歌声来和保洁告别 你这里多少的百年的一些地方 全部一下子全部要打掉 觉得很可惜 这张下雨天举办这张活动 能够让大家听见这个地方的诉求 长朝人容从街头镇到街尾 这些来自各地的民众 都是陈许忠透过网路Facebook号召而来 对他而言住了四十多年的重建街 处处都有难忘的回忆 因此他与网友相约 一同与老街合照留下最后纪录 人要分离的时候 总是会在一起拍张照片在互相道别离 那现在要跟这条老街要分离的时候 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跟他拍张合照 有意义的合照 这条隐身在巷弄中的重建街 已经有百年历史 长达五六百公尺的街道上 还保留好几栋清朝和日据时代的老古厝 在回旋的阶梯上 还能眺望美丽的淡水河 但因为台北县政府的道路拓宽工程 这些建筑物在端午节过后 都将面临拆遷的命运 让许多老淡水人相当不舍 眼看珍贵的文化资产就要消失 当地居民真的很无奈 他们希望透过占满老街的行动 能够引起外界注意 也期盼能换来转机 让这条具有历史价值的重建街 得以保留下来 接下来郭俊玲 台北大